如何入会这个单元要带领各位了解入会的流程 您准备好了吗 Ready Go 首先要请您确认新朋友要加入在推荐人团队的哪个位置 所以我们第一步必须要先进入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 确认设定的位置是否正确哦 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这个页面 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 密码 然后按Login就会进入到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里面了 当您进入到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的时候 请您先按个人档案进入 接着您会进入到推荐人的个人档案页面 这时候我们看到设定的位置 这时候您就可以更改 把新入会者放置在推荐人的右区还是左区咯 当您更改完成之后 请您移到页面的最下方 按这个储存键就可以更改储存了 储存完毕之后请您点选页面右上方的小齿轮 选择Logout登出推荐人的网络办公室 当您登出之后我们就要开始进入入会的正式流程哦 入会有两个入口 一个是进入个人网络办公室 另外一个就是官网上面的马上加入 在这边我们都会示范这两个方式 首先呢我们先由网络办公室进入 我们再次来到这个页面 这个时候我们要开始进入推荐入会的流程了 首先请您在下方的这个栏位 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 点选此键进入推荐人的推荐页面 或者是您可以用另外一个路径进入推荐的流程哦 这一个另外的推荐流程 就是我们官网右上角的马上加入 点选完之后就会进入到以下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 请您在这个栏位输入推荐人的商务账号 输入完毕之后 请您按此键进入推荐人的推荐页面 接着您会看到这个页面 不论您是由网络办公室进入推荐流程 还是由马上加入进入推荐流程 都会来到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 你必须要先确认新入会者要加入的国家 也就是他的会员级要设定在哪个国家 而他也必须要有哪个国家的居住证明 或者是公民证件才可以哦 当您选择完毕之后 请您选择往后要使用的语言 当然这个语言往后 你都可以在个人档案里面随时更改 不用担心 接着我们就要按继续键进入到下一个步骤了 在这个页面里面 我们要请各位详读 奖励计划 经销商政策条款 以及政策与程序 当您详读完成之后 请勾选页面下方的这个选项 然后按继续键进入到下一个步骤 在这个页面要请您先再次的确认 推荐人是否正确 当您正确之后呢 我们就要开始输入新入会者的所有资料了 在这边提醒您 经销商的名称呢 请您以英文或者是英文加数字的组合 来作为网后在杰斯公司的商务账号 也就是新入会者的网店名 接着您只要按顺序一栏位输入所需的资料 另外在居住地址的栏位 请您输入新入会者的户籍地址 网后年度的扣角评单 就会依这个地址寄送了 如果您不住在这个地址 那么请跟公司的客服单位 更改扣角评单的寄送地址 接着当您输入完个人资料之后 页面再往下拉 就会进入到订购入会套组的选项 而网站管理费呢 是必要的选项 在网站管理费用的选项下方 是入会套组的订购 在此您可以选择已经设定好的入会套组 或者是您可点选自选套组订购所需的套组内容 当您点选自选套组的组合的时候 就会开启所有杰斯产品的目录选项 在这边要特别地提醒您 自选套组中的积分是原产品积分的六五折 而您要一次构足一百积分或是分次累积一百积分 您才会成为杰斯正式的会员 也才能开始拥有领取奖金的资格哦 接下来请您在这个选项里面设定是否要参加每月自动订货 如果您要参加 请选择参加非条件式自动订货计划 如果你不选择参加 那么请选择不希望参加自动订货计划 当您选择完毕之后 请到页面的最下方的确定键 进入下一个步骤 而此继续购物件非台湾驱入会使用 您可以不用理会它 接下来我们就会进入到结账的页面了 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先确认 您要领取产品的方式 是要清取呢还是要快递寄送 然后请您选择下方的付款方式 如您选择付款方式为现金或者是汇款 那么到这个页面 入会的程序就会告一段落了 待您确认付完款项之后呢 就完成线上入会所有的动作了 如果您选择的是信用卡 作为您入会付款的方式 那么就会进入到这个输入的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请您输入中文的寄送地址就可以了 另外也要请您注意 是否将这个信用卡的资料留在系统上 作为往后每月自动成购的付款方式呢 如果您要留在系统上面 那么请您勾选这个栏位 如果你没有要留在系统上面 那么请您千万不要勾选哦 当您输入完毕之后 请按下方的确认键就会完成所有的入会程序了 系统将会进行刷卡的动作 接着请您记得前往新入会者的网络办公室当中的订单明细 确认sell up订单是否完成付款 如果已经付款完成 那么恭喜您 入会订单也已经完成了 当您完成入会的付款之后 也就完成了线上入会的动作 成为劫私会员咯 当然也会拥有一组 专属于新入会者的商务网站网址 另外也请您别忘了 要填写入会申请书 并且付上身份证以印本 交会公司 并且要接受客服的照会电话 才能算是正式的完成入会手续哦 也要完成照会之后呢 也才能继续第二次的订货出货 以及领取奖金哦 至此恭喜您 以成功地推荐一位新朋友 成为您的劫私家人了 在这边预祝您 劫私事业发展愉快 谢谢大家